弟兄们今天跟你一起分享一段的经文 我要跟你一起来讨论 要跟你分享一个题目 立奔天成一起说 再说一遍 太小声了 我们看经文西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记有这许 看到没有 经文西伯来书 为什么没有打出来 西伯来书 为什么没有打出来 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没有出来了 OK 好 来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们记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奔拉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城中的耶稣好就读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赐福给我们 今天早晨在这个地方 圣灵你要来对我们说话 圣灵不是你的仆人说话 圣灵你说一句话 圣灵你的仆人在这边说一千万句的话 圣灵你的仆人在这边说两千万句的话 上帝我谢谢你 一句话安慰我们 一句话鼓励我们 一句话苏醒我们 一句话刻在我们的心脉上 上帝我仰望你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兄弟们 这里是 你看了 西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这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第十一章 你读圣经的时候叫刘毅 当他讲什么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前面后边在讲什么 他说我们这许多见证人 这见证人在哪里呢 就第十一章在那边讲的 从亚伯拉罕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了 撒末尔讲到了这些 这些 旧约圣经中间 许多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他说他们已经跑完了天路了 他们已经在天家了 他们在那边干嘛呢 他们在那里是观众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们在那里给我们鼓掌 他说我们呢 现在是轮到我们在跑 你注意这个是 因为他们受了希腊人的影响 你知道希腊人 这个是他们的运动 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发达的 所以希腊你会发现 他们的城市 罗马的时候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剧场 都有一个运动场 都有一个竞赛场 因为他们在那里就看到 各式各样的竞赛 各式各样的比赛在那个地方 这是他们的非常发达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说这些人像云彩一样 他们坐在观众席 因为他们已经跑完了 他们坐在观众席干嘛呢 给我们鼓掌 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好好的跑 所以他在这里就特别提到 提到几样事情 他说我们就应当怎么样 第一个是放下 一起说放下 第二个是脱去 一起说脱去 第三个要存心忍耐 一起说忍耐 然后最后要仰望 一起说仰望 我再说点 放下 脱去 忍耐 仰望 一起说来 跑天路 就是这四样事情很重要 第一样事情 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赛跑的时候 很少负重赛跑 也有了 也有了 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那么放下以后 你才能够跑 然后快乐地跑 才能够快快地跑 如果放不下 你就会很累了 放不下 就会有很多的重担 弟兄姐妹 为什么放不下 我们都知道要放下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我放不下 而且我不知道我放不下 这是更大的问题 有一些人是放不下他的儿女 他不知道他放不下 他的儿女 结果搞得亲子关系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非常的紧张 有些妈妈把这儿子 儿子都已经结婚了 他都还放不下他 所以这种儿子叫做妈宝 因为妈妈放不下 因为妈妈 但是这个妈妈 不知道他放不下 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人放不下的原因在哪里 人放不下的原因 经常有一个叫做信不过 一起说信不过 我信不过交给上帝 所以我就紧紧地握在手上 弟兄姐妹 如果放不下 一定会越来越重 再轻的东西 抓在手上久了 都会重 麦克风很轻 对不对 你看如果我这个手这么抓着 抓一个小时会很累的 所以我经常会换到左手来 左手抓一抓 换右手来 因为一样东西再轻 抓在手上 抓久了都会累的 一样事情再轻 放在心上 放久了 都会累的 Amen 同意不同意 放久了以后 都会累的 都会累的 放不下原因什么 信不过 信不过什么 信不过如果交给上帝了 上帝真的会照顾吗 上帝真的会做得很好吗 上帝真的会做得 超过我所求所想吗 我们信不过他 我们信不过他 放不下是因为什么 放不下是因为过不去 一起说过不去 弟兄姐妹 你放不下不要信不过 因为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 你不要信不过 因为上帝的能力一定比你大 你不要信不过 因为上帝的智慧一定超过你 你不要信不过 因为上帝看得到明天 你看不到明天 上帝看得到明年 你看不到明年 上帝看得到五年以后 你看不到五年以后 上帝看得到你人生的终点 你看不到你人生的终点 上帝看得到 所以交给他 Amen 上帝里头充满着爱 所以你不要信不过 所以罗马书上面讲说 天父既然将他的儿子 独生了 儿子都为你舍了 岂会留下任何样好处 不给你吗 你看到 上帝连儿子都舍了 不会留下任何样好处 不给你 他把最好的 统统都要给你 你知道我爱我的儿子 我爱我的孙子 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会给他 现在我都已经开始在想了 如果我走了以后 我东西要留给谁 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想这个了 你看到没有 我现在已经开始想这个了 当然没走 没走 我的孙子向我要 我统统给他 我的孙女向我要 我统统给他 为什么 因为我爱他 我告诉你 天父也这样爱耶稣 你知道吗 但是他让耶稣为你 使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怎么不会回答我 为什么 爱你爱到一个地步 他心都痛了 爱你爱到一个地步 他心如刀割 爱你爱到一个地步 他把最宝贝的为你舍了 请问他会留下任何样好处不给你吗 会不会 会不会 他对你人生的安排一定超过你自己的安排 相信吗 相信不相信吗 你一定要相信吗 你知道我 我在服侍主的时候 我从来没想过 我一生会埋在新店 更没想过这件事 更没想过 那么 我到了新店的时候 在那边很努力地 坐坐坐坐 告诉我 我有没有想离开过 告诉我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 我想过不知道几百次 想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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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职信放在我的抽屉里 放了十多年 你知道吗 随时准备拿出来 你知道吗 心里头真是不想 怎么想想 以前新店没有这么繁荣的 以前新店进来的时候 只有一辆公路局 当时叫公路局 你知道吗 公路局开进来 然后我们教会 就在田间 一个小社区的里头 就在这边 田间一个小社区的里头 哪里会想到 哪里会想到 在这边一待一待四十年 一待一辈子 待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赶我 我也不走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赶我 我也不走了 好了 这么长的时间 你知道上帝看得到 我看不到 你懂我第一次 我看不到我的人生 但上帝看得到 而且上帝安排的 一定比我安排的好 我很庆幸 上帝没有让我走 我自己想走的路 我要祝福你 如果你现在走的路 不是你想走的 哈利路亚 你都不敢阿们 你现在走的 不是你想要走的 不是你安排的 哈利路亚 那就是上帝安排的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吗 所以我常常说 不是你安排的 才是上帝安排的 约瑟到埃及 是他安排的吗 但伊里到狮子坑 是他安排的吗 萨德拉米 亚伯利哥 丢到火炉里头 是他安排的吗 不是嘛 通通不是嘛 约拉到鱼肚子里头 是自己安排的吗 安排一条大鱼 然后自己跳到海里 然后被大鱼吃掉 告诉我 这是他安排的吗 通通不是 结果后面是谁安排的 上帝安排的 Amen 上帝安排的 一定不是你安排的 所以如果你安排 你现在做的 全部都很顺心 我告诉你 我很担心 你走在谁的路上 我真的很担心 你如果我现在走的 全部都顺当的不得了 我真的蛮担心的 你走的顺当的不得了 我真的蛮担心的 连耶稣都在那边说一句话 耶稣在科西玛尼流了 怎么祷告 他祷告了汗如血点一样的掉下来 他祷告了一个钟头 拼命地在那个地方祷告 他祷告什么呢 父啊 如果可以 请你让这个杯挪去 看到没有 他在那里祷告 他期盼 那不能不要上十字架吗 就这些世人吹口气 不就得了吧 哎呀 就这些世人 把这个撒旦赶到流氓火湖去 不就得了吗 简单的不得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上十字架 但最后他说一句话 父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看见吗 Amen 上帝的意思最好 上帝的意思最美 所以你不要信不过 同时你不要过不去 放不下 因为过不去 什么东西过不去 恩怨情仇过不去 什么东西过不去 斤斤计较过不去 什么东西过不去 心胸狭窄过不去 什么东西过不去 比来比去就过不去 Amen 有没有恩怨情仇啊 每一个人都有啊 你想看你一生中间 有多少让你过不去的恩怨情仇啊 你想到某某人 你想到某某人 往往就会跟一些的恩怨情仇连在一起吧 就是都跟这些恩怨情仇连在一起吧 真的是过不去啊 如同如同约瑟 你看约瑟 给他老大取名叫做马拉西 叫马拉西 给他老大意思是什么 就是忘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的苦啊 他有很多的这个半夜里头 会让他惊醒的事情啊 做梦里头都会哭的呀 有这么多的伤痛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给老大取名叫马拉西 意思是忘了吧 但是我告诉你 他真的忘了吧 他真的忘了吧 我告诉你 根本就没有忘 哪里会知道他没有忘呢 跟哥哥们见面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家伙没有忘 而且呢 他做了宰相那么久 哥哥们还没有来之前 他已经做宰相 做了那么久 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回家寻亲呢 告诉他可不可以回家寻亲呢 可不可以 就像奥巴马 奥巴马做了总统 就回到是不是肯亚 他爸爸是肯亚的 对不对 就回到肯亚去看他的爸爸 看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看他的家人 看到没有 他做了总统 他可以回去寻亲呢 约瑟为什么不回去 为什么 因为你们忘了我 我也忘了你 你不来找我 我也不去找你 跟哥哥们见面的时候 为什么不相认啊 还要故意假装不认得他们 故意说你们都是奸细啊 因为忘不了 忘不了 真是忘不了啊 哪里忘得了吗 忘不了 被卖的时候 忘不了 在菩提法家里头的时候 忘不了 在地牢里头的时候 忘不了 真是忘不了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最后 一直到了 这个创世纪 第五十章 他爸爸死掉了 哥哥们来 跪在他前头 跟他讲说 能不能饶了我们 这时候他哭着说 他哭着说 你们是歹义 但上帝是好义 我不能够代替上帝 事情过去了 一笑鸣恩仇啊 一笑鸣恩仇啊 你看到没有 恩怨勤仇要放得过去 所以耶稣在那边讲 说要饶啊 要饶人几次啊 七十个七次啊 这个就是恩怨勤仇 要放得下去啊 你心里头有没有放不过去的 提到某人 你说我已经饶了他了 但是你不喜欢跟他吃饭 有没有 你不想跟他见面 有没有 有 每到了过年过节 你要回你婆家 你里头就过不去 有没有 告诉我 有没有 你就很怕回去 看到你的婆婆 有没有 告诉我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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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讨厌看到你的小叔 有没有 你很讨厌看到你的 你先生的那个姐姐 最可恶了 每次都在那里说一些什么话 有没有 告诉我有没有 你每一个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因为有一个同事 每次在同事之间作威作福 在老板面前就逢银拍马 然后老板就特别喜欢他 有没有这个人 你为什么这么大声 好了 恩怨求着 斤斤计较 要不要过去 多拿了一点 为什么他得甲等烤鸡 我是乙等烤鸡 斤斤计较 为什么他的钞票 他会有奖金 我没有奖金 斤斤计较 你看 约瑟跟哥哥们在一起 哥哥们就是斤斤计较嘛 哥哥们计较什么 爸爸老师疼弟弟 哥哥们计较什么 爸爸给弟弟买了一套新衣服 哥哥们计较什么 哥哥计较很多这些都是 芝麻绿豆的小事 买这新衣服有什么关系 当然那个时候的衣服比较少了 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 一柜子都是衣服 那时候衣服很少了 那时候衣服很少 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太斤斤计较 所以菜坑台上面有一句话 我真的很喜欢 他说有老是少 什么叫有老是少 要有老年的角度 来看少年的恩怨 来看少年的这个增进 你有老年以后来看少年 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我现在老了 所以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年轻的时候很在乎的事情 现在就发现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一起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你看现在军队里头 同期的同学军校毕业 结果一个人升中将 另外一个人是少将 到少将就到顶了退休 欧不欧啊 那个家伙升了中将 他不过是吹牛拍马升了中将 你真是欧到极点啊 你退休了 隔两年他也退休了 中将跟少将有什么不同啊 统统不过是芝麻酱加豆瓣酱 告诉我有什么不同啊 你以为那个星星有什么了不起啊 天上满天都是星星啊 你要几个自己家就是了 哈利路亚 你喜欢到中华路 那个军阶店去买就是了 多得很啊 你要挂多少个随便你啊 我们不是有一个教会吗 这个教会叫中央教会 他那个牧师原来是一个少校 营长退休 他就自己在教会里做牧师的时候 就给自己挂三颗星星 我到现在记得 他就挂一个三颗星星 我就想这个人观影真是没过够啊 军中只给他挂了一颗梅花 他就自己退休以后就挂三颗星星 你要挂几颗星星随便你啦 你要像蒋中正一样挂五颗都可以啦 你要挂五颗都可以啦 那有什么关系干嘛去计较 Amen 告诉别人别计较啦 所以你不记得吗 三国演义的那个卷手语上边 那是谁写的我忘记了 他说不是罗冠中 罗冠中是写三国字 三国演义 他那个卷手的 他说他不是那时候很有名的话吗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古今多少事 尽负笑谈中 记不记得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意思说什么 意思说什么 青山依旧在 但是你已经看不见秦始皇了 青山依旧在 你已经听不见曹操跟刘备吵架 你已经听不见刘备 跟这个什么 东吴的孙权 勾心斗角了 青山依旧在 基督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 敬付笑谈中 端一杯红酒 笑一笑 谈一谈 哈利路亚 一杯喝下去 我没鼓励你喝酒了 端一杯乌龙茶 端一杯拿铁咖啡 哈利路亚 孤今多少事 敬付笑谈中 Amen 别计较了 告诉别人别计较 心胸不要那么窄 心胸窄你就很多事情过不去 你看 你在一个窄处要转弯 很难转弯 因为太窄了 如果很宽 随便怎么转都可以 你很多东西转不过来 就是因为心胸太窄了 心胸太窄 我告诉你 心胸有多宽 人生就有多快乐 心胸有多宽 我告诉你 心胸宽 敌人都会变成朋友 心胸窄 朋友都要变成敌人 快一点 不要在乎那一点点小事情 不要比来比去 干嘛比来比去 你看那个曹操 刘备 就天天在那里比 有什么好比的 你现在仔细想 刘备就一直说 他是什么 他是汉朝的宗室 对不起 这个宗室已经好远好远 都已经流落民间了 怎么算都算不出来 是硬搬搬上去的 搬上去的是宗室 有什么好在那个地方 比来比去的 然后就说自己是正统 别人不是正统 所以我们 我们华人里头都有个思想 曹操不是正统 刘备才是正统 坦白说 通通不是正统 可以吧 通通都是枭雄一个 可以吧 好了 我是老了 看他们就看得比较懂了 然后就看到 刘备会跟孔明讲 说哎呀 这个如果我的儿子不能辅佐 你就可以取儿代之 我说乖乖 这个人心术之深 好了 放不下因为呢 放不下因为舍不得 一起说舍不得 对不对 你放不下因为过不去 你放不下因为信不来 你放不下因为舍不得嘛 所以就紧紧抓着手上嘛 舍不得钞票 舍不得享受 舍不得钱都 舍不得我的需要 你有太多舍不得了 你有太多舍不得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舍不得 钞票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钞票要用来干嘛的 钞票够花就好了 同意不同意 你还不讲 还不同意我说的 马云就说 马云很有钱嘛 全世界第十八有钱的人嘛 排行板上面 最近他要退休了嘛 马云就说 我有那么多钱 但我没有时间花他 那有那个钱干什么 踢得走踢不得我说的 他说我有那么多钱 但我没有时间去花那个钱 而且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嘛 对不对 你到底要吃什么 你把筋子磨成粉来吃嘛 吃了会 当然有人说这样吃了会养盐 我不知道了 有人吃金箔养盐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你不会这么干嘛 没有什么必要嘛 没有什么必要嘛 吃得愉快就好嘛 对不对 像我最喜欢吃的是木耳嘛 以前我喜欢吃麦片 现在我喜欢吃木耳 我最喜欢吃的是木耳 磨了汁以后 加点鲜奶 好吃的不得了 冰冻以后 吃起来跟什么一样的 跟珍珠奶茶一样 Q的很 你就自己做 叫做木耳奶茶 阿里头一样 哎呀 你就去申请一个专利 然后看一个木耳奶茶店 我告诉你 一定大卖 相不相信 你就这么去卖 你一定大卖 好吃的不得了 一点点钱而已嘛 所以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沙勒法的寡妇 沙勒法的寡妇 只剩下一点面 一点油 准备做一个饼 自己吃了准备死 结果来了一个叫先知的 这个人叫以利 就跟他讲说 先给我吃 你就有的吃 真是你会觉得 天下最大的骗子 你会有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 简直是 炸七集团 哎呀 你先给我吃 你就有的吃 这个寡妇居然就堵了 她就用一个饼去堵 像堵乐透一样 全部压下去 好了 给你吃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吃下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瓶里的油永远不减少 坛里的面永远不短缺 我不知道 你知道以利亚到她那边去的时候 在她家住了多久 我这么说 因为是荒年 三年半的荒年 以利亚去的时候 到底是三年半的头 还是三年半过了半年 还是过了一年 世纪别讲 我这样说 我说过了半年 剩下三年 告诉我 三年杀了法的寡妇 居然吃不完 用不完 告诉我 这个寡妇一天母子两个 要吃几个饼 不知道 她一个人 我们算两个饼 好不好 一个人算两个 母子两个 算四个饼 一天四个饼 一年几个饼 不算 一千五百个饼 我数学比较好 一千五百个饼 三年多少个饼 这都算不出来 一年一千五百个饼 三年多少个饼 四千五百个饼 一个饼 换四千五百个饼 值得不值得 这个股票的CP值高不高 这种股票要买还是不要买 所以不要舍不得 一个饼可以换四千五百个饼 要不要投资吧 没有做十一奉献 到后面都去拿个奉献来 你不要笑 真的就去拿一个 你不要说 牧师你也是诈骗集团 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自己经验过 我一直这么经验 对不对 不只是以前 什么退休金都捐了 我现在一样照捐 一样照捐 今年今年今年 到现在为止 我可以跟你们讲没关系 我捐出去的大概超过六十万 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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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最近 最近 最近一次的服饰结束 他们给了我两万人民币 我全部拿出来了 两万人民币不又是十万吗 所以这又超过了 对不对 然后前两个礼拜 在马来西亚 服饰完以后 他们给我差不多大概 是十万块钱台币 我也全部留给他们 我说不要给我 我说留给你们 留给你们 给你们教会去建堂 我一毛都不要拿 我说你出了我的机票就好了 出了我的 旅馆的钱就好了 我说你不必给我钱 你不必给我钱 我在一个地方服饰那个教会里头 就用微信说 你们所有的 支持张公司的服饰 全部打到微信 教会的微信账户里头来 然后我们就给张公司 我就发现他挂挂 连讲三次 我觉得好丢脸 我就站上台去 我说对不起 三堂聚会了 我说你们所有收到的 微信里头的钱 我说偷偷留给你们教会 你们教会建堂就好了 不要给我 不要给我 好像我很需要钱一样 我说我不需要钱 这个钱全部都给你们 Amen 钞票有什么了不起 我老爸很有钱 Amen 我老爸很有钱 所以你如果想要像我这样 变成这么大方的人 就跟我学嘛 都不敢阿门了 不要舍不得 告诉别人 不要舍不得 尽管给 真的是尽管给 越给越富有 所以我就发现 我大概是少数很有钱的人 因为我很富有 我都一直给 一直给 一直给 我给都很快乐 你知道吗 我给都很快乐 不要舍不得你的享受 越简单越享受 你知道吗 越简朴越享受 不要舍不得你的前途 上帝给你安排的前途 一定胜过你自己安排的前途 我当时大学要毕业的时候 呼召领导的 那我哭了好久 我就觉得人生完蛋了 前途一片黑暗 要做传道人 一辈子都完蛋了 没有希望了 就哭啊 哭啊 哭啊 现在回头看 五十年前那么哭 真是有够丢脸 信不过上帝 我幸好服侍上帝了 然后我的人生才这么精彩 如果没有服侍上帝 我告诉你 我不过是奸商一个 大概我会跟郭台铭一样 我们两个可以PK 我很会赚钱 这点我真的告诉你 如果让我赚钱 我真的很会赚钱 少帝没有让我走那条路嘛 少帝让我走另外一条路嘛 哈利路亚 Amen 你不要担心你的前途 不要舍不得你的前途 你跟彼得 耶稣跟他讲 来跟从我 他就撇下雨传雨往 这一跟 跟出来的彼得不得了啊 不再是打鱼的彼得了 不再是伯塞大的彼得了 他丢掉了伯塞大 伯塞大是他的家乡 他丢掉了伯塞大的意思就是 渔夫的家乡 知道吗 伯这个字都是家的意思 东方的意思 伯特利 神的家 所以伯塞大 渔夫的家 知道吗 OK 好了 他丢掉了伯塞大 上帝给了他什么 给了他罗马 他成为 神国的大使徒 你看这个前途 何得荣耀 好了 不要舍不得 好了 放得下 你就看得开 放得下 就跑得快 放得下 走得远 放得下 才会蒙恩典 亚伯拉罕放得下 当罗德 要跟他分家的时候 亚伯拉罕放得下 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说 东西南北看 看到的都是你的 罗德只不过是 能够走那么一点点 站那么一点点地 圈那么一点点地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 你看到的都是你的 我告诉你亚伯拉罕怎么看 亚伯拉罕一定闭着眼睛看 为什么呢 要用他心中的眼睛看 他可以看到哪里 他可以看到 米索波达米 两河流域 巴丹亚兰 他从那个北边 从那个地方 一直看下来 一直看下来 可以看到哪里 可以看到了这个西奈半岛 可以看到了埃及小河 你看有多大 他丢掉一个小小的 索多玛跟俄罗莫拉 那一点点 而且会被毁灭的地方 丢掉了 你看见放下就蒙恩了 对不对 小孩子拿着五饼二鱼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 小孩子就拿着五饼二鱼出来了 我告诉你 难道只有小孩子有五饼二鱼 当时比小孩有钱的人一定很多 带着更大的便当的人一定有 他们没有拿出来 他们舍不得 只有这小孩呆呆笨笨 耶稣说给我 他就给他了 给他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成就了最大的神迹 你为什么不给上帝呢 给了上帝就会成就大的神迹呢 放下了才会蒙恩典 我一再地讲 把你的钞票放下 把你的挣扎放下 把你的前途放下 你看上帝给你的是什么 远远超过你所想的 不但要放下 而且要脱去 一起说要脱去 要把各样的罪恶脱去 上帝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但是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 上帝已经赦免了 但是你不要继续活在罪中 这个就叫做脱去 小心哦 赎罪的记忆已经没有了 西班牙书上这么讲哦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犯罪的话 如果你不肯认罪 不肯离开那些的罪 常常活在罪中 你会为罪付代价的 大会上帝赦免了他 引乱的罪 但是我告诉你 为了引乱的罪 他整个家在咒诅的中间 有没有 上帝赦免他 但是他要付那个代价 他杀了乌利亚 上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你看见 他要为这个罪付代价 你看雅各 骗了哥哥的一个祝福 只不过是骗了祝福 你知道雅各付多少代价 第一个离家出走的是雅各 第二个 从他离家出走以后 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你看这是他负责代价 第三个 他骗了他的爸爸 结果呢 他的舅舅连骗他十次 不但骗他十次 连结婚的时候都骗他 说要把拉姐给他 结果给的是利亚 于是他只好再多做七年的工 怪怪七年白做工 你一年的薪水是多少我不知道 那个代价聘礼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然后这个还不算 这个还不算 当他见到姨嫂的时候 回来见姨嫂 你知道他用了多少赔罪的礼啊 两百的母绵羊 两百二十的公绵羊 两百的母三羊 二十个公三羊 这个还不算 还有三十头的骆驼 带着崽子 母骆驼 这个还不算 还有四十头的母牛 二十头的公牛 十头还是二十头的公牛 然后还有驴 挂一挂 你怎么去算 赔多少啊 一个谎言赔多少啊 一个谎言赔一头牛都不错了 但是一个谎言赔下来 两百四百头的母羊 四十头的公羊 还有三十头的骆驼 各位姐妹 你不要随便说谎 谎言要带来很大的代价 你也不要随便去活在 情欲的罪里头 各位姐妹记住 外边乱七八糟 你不要认为上帝会对这个罪妥协 在情欲的罪里头 你会付代价的 都不敢阿门 远远地离开情欲的罪 远远地离开 不要被他引诱 他什么东西会引诱 你就远远地离开他 这不就是保罗说的吗 你要脱离少年人的私欲 在最终你服事就没有利掉 在最终你就不会有上帝的同在 在最终你就没有上帝的恩高 在最终你就没有上帝的祝福 你不在最终 你可以大声地讲 上帝我在这里 犯了罪你就跟亚当一样躲起来 不敢见上帝的面 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为什么不能够是 快快乐乐的 看到上帝的时候 上帝我在这里 一起说我远离罪恶 大声一点 如果你有没有人知道 赶紧认罪 上帝给你的恩典把你遮着 我们也不会去掀出来 谁有什么罪 因为那不是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根本不做这 但我要提醒你 不要活在隐藏黑暗的罪恶的中间 上帝现在还用他的恩典 遮盖你的手 赶紧离开罪恶 最后 要忍耐 一起说要忍耐 再说一遍 为什么要忍耐呢 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 所以不是跑一下就结束了 你知道一直跑一直跑 跑过吗 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在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是一直要跑 一直跑 所以都很累 很累 还要跑 这个叫忍耐 属天的路就是这样 在这场路上边 这不但是一场马拉松 这是一场障碍赛 一起说障碍赛 所以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它会有旷野 会有沙漠 会有山坡 会有荆棘 会有山谷 会有泥岛 会有碎石子 会有狂风 会有暴雨 会有闪电 会有烈日 咬着牙 第四个 要仰望 一起说要仰望 为什么说仰望 那个地方听说要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你就可以重新得力 我刚刚讲不是要忍耐吗 忍耐的时候 你很累的时候 怎么 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 你就会听见耶稣说 孩子我在这里 你仰望耶稣 你就会发现 耶稣就在你的边上 仰望耶稣 就会发现 耶稣说 孩子不要怕 再加点油 再加点油 马上就到了 你就会发现 耶稣在那个地方说 孩子 你所有的遭遇我都知道 我看见 我听见 我一定要下来帮助你 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 这使徒学书在上面讲的 使徒学书在上面 他说上帝看见他们的 他们的苦情 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 上帝就下来帮助他们 上帝看见上帝 听见上帝下来 他不是看见以后就看戏 他不是听见听而不闻 他不会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他看见他 听见他下来 他要帮助你 拯救你 所以你要去仰望他 一直仰望他 仰望他立地头就有力量 仰望他立地头就有希望 仰望他你就知道 就像那个电池重新充电 立刻就recharge你 你那个电池都不必充三个小时 才会充满 你那个电池一插上去 马上就充满 立即充满 哈利路亚 仰望他代表什么呢 仰望他以后 他是我们的榜样 想想他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在跑天路 仰望他怎么样 仰望他 他是我们的标杆 仰望他是什么 他永远是我的北极星 记住 在我跑天路 在我人生的路上 他是我的北极星 钞票不会是我的北极星 如果钞票是你的北极星 就要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成功不是你的北极星 成功如果是你的北极星 就要出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功成名就不是我们的北极星 如果功成名就是你的目标 你就会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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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你现在社会中间看起来叫人恶心的新闻 都是因为找错了目标 把钞票做目标了 把成功做目标了 把政权做为目标的 把这些东西做为目标 通通都是错误的 要把上帝做为我们的目标 上帝永远是我们的目标 哈利路亚 别的东西通通不是我们的目标 赞美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记得 第一个要怎么样 放下 第二个要怎么样 脱去 第三个要怎么样 忍耐 第四个要怎么样 仰望 再来一次来 第一个要怎么样 放下 第二个要怎么样 脱去 第三个 忍耐 第四个 再来一次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去起立 我们来祷告 要不我们来唱十歌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大声地唱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施加在前头 施加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施加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施加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该放下的 全要放下 该脱去的 全要脱去 仰望耶稣 仰望了为我们信心 创世沉重的耶稣 我们祈祷 我数到三 你喊三圣主啊 好 我们就开始来祷告 一 二 三 主 主 主 配 都 呀黄喜宝 带你的 também 甚麽被人can 充还在我们的里头 臥 祢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里头 上帝要我们赞美祢 主耶稣 恩上加恩律 上加利 让我们在里面前该放下的 统统要放下 该放下的统统要放下 上帝要我赞美祢 上帝要我敬拜祢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耶稣我仰望你 耶稣我祷告你 给你不仁的祈求 给你不仁的仰望 赞美祢 主耶稣 赞美祢 主耶稣 耶稣啊 耶稣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要脱去各样的罪恶 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他的情欲的罪要脱掉 谎言的罪要脱掉 诡诈的罪要脱掉 仇恨误会的罪要脱掉 上帝我赞美祢 上帝我敬拜祢 哈利路亚 让我们在里面仰望你 仰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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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心忍耐 本来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纯心忍耐 真的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上帝我们谢谢你 上帝我们赞美你 给你不仁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跟着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愿意舍下 我愿意舍下 我愿意脱去 我愿意脱去 上帝让我没有什么舍不得 上帝让我没有什么舍不得 让我甘心乐意地放下 让我甘心乐意地摆上 让我甘心乐意地摆上 上帝让亚伯拉罕的恩典 是我的恩典 让那个寡妇的祝福 是我的祝福 让那个寡妇的祝福 彼得的故事是我的故事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赞美你 我要大方地给 我要勇敢地给 我要欢天喜地地给 不再斤斤计较 不再比来比去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大神的鼓掌 你不是给我鼓掌 是给上帝鼓掌 阿们 给我就不要鼓掌 给上帝就热情鼓掌 阿们 来 我不用主导文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后的仪式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年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失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绝禀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祝你祝你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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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同尊 万有志愿 万富之本 五天之下 万国万民 其身赞悲 父子胜利 三位一体 同容同尊 万有志愿 万富之本 请低头 愿主身于你保护你 愿主面上荣光照你赐福于你 愿主向你扬脸 赐利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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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边上的人 我不会舍不得了 结束聚会 我也舍不得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留下来 我们要搬椅子 今天我们要搬椅子 所以请同工把椅架拿出来 然后把椅子落好之后就靠墙放就可以了 谢谢